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组织形势我想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你们认为各类犯罪相比较 其实我这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哪一类犯罪属于有组织的犯罪比较多 或者说团伙犯罪多人犯罪比较多 你们认为哪一类犯罪 如果这都写上了 那你说明更要具体点 你不能把我原话说出来了 肯定要具体点 哪一类犯罪个体化程度更高一点 说得出来吗 刚才说了 财产犯罪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相比较就是抢劫犯罪 应该是比较多人作案比较多 对吧 对 抢劫 我们再来看 那么单人作案就是一个人作案的哪类比较高呢 对 杀人这类的 好 这是我们先做一个普遍化的表述 这是组织的形态 确实也能看出来有一类犯罪呢 某些犯罪的组织性程度比较高一点 好了 我们再来看犯罪的方式 这犯罪方式 你要说各类犯罪方式都不一样 怎么给它宏观 给它做一个表述呢 我们只能这样一个表述 从总体来说 犯罪的手段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变化 这一点首先一个大白话来给大家说明 确实现在用的作案的方式 是传统社会很多是没有的 所以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这是一个想说明的 那么犯罪方式 第二个想说明的是 犯罪方式的变化是累积式的 而不是淘汰式的 怎么讲呢 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当中 有现代化的那种 我们所说的犯罪手段 并不等于说传统的那种犯罪方式就没有了 不是 是累积式的 在这儿可以看这个 我们就以诈骗犯罪为例 我在这儿列了三本书 最后了我也没列 因为最后我们在讲 当在中国犯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说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儿列了两本书了 第一本书就是这本书 看过没有 明朝张应渝写的 当你看了 他对当时的诈骗犯罪的归类 你再和当下来比较比较 你会发现 这里所有的差不多现在都有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为什么我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这里头我们说一共是24类的诈骗 包括什么骗取 通过婚姻来骗取这样的钱财 奸情骗 妇人骗 拐带骗 买学骗 那个时候就有买学骗 就是帮人家能拿什么证 类似能办下什么批件之类的 那个时候就有 你再看的那个引赌片 录财片 录点小财 完了之后呢 就跟现在的还有那碰瓷什么 那都有 所以你就看这个 你就会觉得 哎呀真是 其实呢 犯罪的一些方式方法 从古到今呢 很多就有相同的方面 当然有不同的 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工具的这种变化 网络这种方式的出现 确实给诈骗犯罪 带来更广阔的空间了 刚才我说的 三百年前是这样的状态 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也是这个状态 没有太大的变化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因为在当时 那本书就是 刚才一再提到了 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 那是一个大课题 在我们国家犯罪研究当中 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由部长于雷 主抓的那样一个课题 持续了五年吧 那么在当时 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也对诈骗犯罪的手段 进行了归类 差不多 要不说呢 别看那是三百年前的 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 大体都差不多 只是变化比较大的 就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后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想说的是 不要以为 都是进入现代化了 进入网络时代了 犯罪呢 都是很先进的手段 也不是 它也有传统现代并存 这是进一步来刚才 来引申一下那个诈骗 对吧 现在原来诈骗想的 来面对面的 对吧 什么签个假合同啊 冒充个身份呢 现在更不用 我们叫通过隔空对话的手段 这就是现代的隔空对话的手段 电话 网络 手机短信 大家都接到过没有 肯定都接到过 对吧 它是群发的 对吧 这就很厉害了 所以我说 现在的社会的 受害人的面啊 比传统社会要大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人人真是都是一个潜在的被害人 对吧 易感群体 特别是那个 老年人 我们最后会要讲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案例了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 因为老年人一本 他打呢 很多人打的坐鸡 在家的 那在家的一般都是年岁大人在家 对吧 一个人在家 好 他有特定的 他知道你人在家 他知道你周围没别人 就开始进行 下一步了 再下一步 是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再讲 现在先不讲 现在我只是说 现代化的手段 变化 原来诈骗是面对面的 现在不用了 现在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对吧 他总有上当 总有按我们说的 傻人都觉得 都这么广播了 这么防范来做工作了 怎么还有上当 他就是有上当的 这好像也是人群当中 总是有一部分人要上当 这个量还比较大 所以这是我们说 现在最大的变化 由于技术的 不断的更新 使得这种诈骗 不用面对面的进行了 可以隔空了 好了 特定五个我们来看的 犯罪侵害对象 一些特定 侵害特征呢 我们依然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下 一个是性别 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与被害人的关系 我问一下 在这写了 作为犯罪人来说 男性占绝对的多数 可能刚才我拉了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国家女性占百分之五左右 在西方呢 比这比例高 百分之十到二十 可能是因为统计 不知道是统计的指标的问题 还是什么原因 那么在我们国家 就是占很小比例 那么性别来说 被害人性别 哪一性别人多呢 其实还是男性人多 男性多 当然了 女性受害的比例 比犯罪人 这个不会是百分之五了 那接近三分之一以上 百分之四十吧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男性的多 那么这是一类 再一个呢 刚才我说 受害人的会有差异的 就各类犯罪的类型 受害人会有一定的差异 好 这是不再多说了 我们再来看 年龄 侵害的年龄 我们在这直接得了一个结论 犯罪人年龄是集中在青年 青少年 对吧 18到25 但是被害人可不是 被害人一般来说 还高于犯罪人 其实这很好理解 因为他要亲财 年轻人没有太多财 对吧 这很好理解 如果像诈骗 还是像这个 我们所说的杀人之类的 他因为还有伤害 因为社会关系问题 也是他有一定的 社会阅理这方面 那么这是我们说 从年龄来说呢 一般来说被害人 要高于犯罪人 那么从被害人 与犯罪人的关系来说 我们想突出 想说的一点什么呢 有一些犯罪 犯罪人 被害人是相识的 都是认识的 特别是哪一类呢 我们强调了 杀人强奸 这一类 相比其他类犯罪来说 相识的比例 比较高 杀人强奸 像坚衣幼女 这个大概一般的 都是认识的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下 就是说这类犯罪 有点杀手的感觉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作为犯罪来说呢 有那么一些 通过我们说统计指标 来个测量 能够做一些 数据支撑的一些结论 那么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我们接着再来看了 犯罪的时间特征 我首先问一个 你们认为犯罪 有没有时间规律啊 有吗 我们试图也要找 看看有没有呢 从统计学来说 是有的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 是有 时间大地是这么几个单位 一个是年度 这一年当中 都有哪些变化 还有一个月 时辰 我们首先看年度 那么下面几个片子 我是从网上 直接下载下来的 这一阵是很火爆 很热 结果我们看搜狐网上呢 就有网友弄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小专题 告诉我高温让你更暴力 我们看它是怎么来显示的 他说气温每升高两度 犯罪率提高1% 这是纯属数学 就是那个统计上的来 来得出结论了 用统计 说德国犯罪学家 说气温高呢 人们情绪容易冲动 因为犯罪 尤其是性犯罪 在这个时候会大幅度增加 其实无论是德国的 还是中国的 大概这方面的结论是一致的 就是认为呢 气温对人的行为 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们再来看 各个犯罪类型呢 气温对犯罪的类型影响 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接下来看 这还是刚才那个 搜狐网上那个视频了 说炎热的夏季 大约有16%人 会出现情绪心理行为的异常 容易情绪施工 大家可能也 这一阵也看到了好多报道 就是精神病发作 对吧 侵害他人 对吧 实际也是和这种气温 我认为和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 确实气温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更具体了 我们看 暴力犯罪了 说是暴力杀人呢 都发生在六七八九月份 这个时候人容易发怒 情绪失控 他引的例子呢 就是广东某法院审理的伤害 一百八十件当中呢 百分之七十都是在这四个月当中发生的 这也是有数据支撑的 我们看啊 所以这 而在二月三月份 每月是六件 那么其实如果画一年的一个图啊 也可以看出来 确实呢 在一二月份是少一点 完了之后呢 到春季逐渐上升 到了秋季呢 到了夏季高 完了秋季稍微又下了一点 完了再往上走 总是这么一个曲线 我们再来看 其实对这类犯罪影响最大 就是性犯罪这一块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 在这儿写的是八月份 晚上七点到四日早上六点 是一年中强奸案发案率最高的时段 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高发时段 完了之后 我们看这个图 倒是历秋以后温度下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对强奸犯罪这一类呢 在夏季更容易发生 除了他所说的温度高 情绪影响容易激动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你们说还有没有 夏季看得比较坏 对 那么夏季呢 可能一个是说诱因 相对来说多一点 再一个呢 条件比冬季要好一点 这个田地的农村 田地里头 对吧 长得庄也都长起来了 相对的隐蔽地方也多了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看的 确实呢 犯罪呢 性犯罪和气温 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我们再来看 那么入室盗窃是什么情况了 从这个统计书来看 好像和气温也有一些关系 实际上是气温导致人的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 我们看到啊 说北京警方的一个书记 说夏季是全年入室盗窃案件的高发期 六七八三个月 占全年总量的百分之三十 这个也算是 比较显著的特点了 在六七八三个月 在北京来说 这是将对一年当中气温比较高的 那么理由呢 我们看 就是 留门入室 方便了 这样的是占全入室盗窃案的 总量的百分之四十 就是夏季 占入室盗窃的百分之四十 如果你对我们国家 这个盗窃犯罪的统计 你会发现 其实第一位的发案地点是哪呢 我们的说盗窃案的发案 第一发案地点是哪 就是最高的发案地点是哪 能想到吗 最高的发案地点是哪 其实还是居民住宅 对吧 所以为什么说有一段时期呢 有关部门统一说一定要按防盗门 因为你把高发点地点的犯罪控制住了 整个的犯罪数量就能够降下来 因为这也是从统计上来看 确实在犯罪 盗窃的犯罪的高发点 就是居民住宅 所以我们看这儿呢 入室盗窃呢 在夏季呢 也是处于高发状态 好 刚才是说的是时间 下面我们看空间有没有一些分布呢 这是一个世界地图了 客观来说 由于各个国家犯罪统计的指标不一样 简单的做那样类比呢 似乎也不太科学 我们只是泛泛说对有些类型的犯罪类型比较明显 比如说贩毒 贩毒这是什么金三角 对这样的话语说出来实际上都已经反映出来犯罪的地域分布 在一些犯罪的我们是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域分布规律的 这是从国际上来说 我们看国内的吧 我们国内这块有没有犯罪的分布特点呢 其实也有 你们猜一猜我们国家的犯罪主要集中在哪一块 你们说主要集中在哪一块 有人说严海 确实呢 也是有这个特点 也有这个变化 最开始在改革开放之前 或者说那个时候 我们国家的犯罪基本上这块 集中在这 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这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对吧 后来呢 我们说犯罪难移 就是犯罪重心难移 怎么体现呢 就是它的这部分的犯罪的数量 占整个犯罪数量的比例 提高了 中心难移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从总体来说呢 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些相对规律性的东西 那么暴力犯罪 在哪一块比较集中呢 暴力犯罪 人生伤害犯罪 应该是这样 从东北那块下来 一个大的通道 相当于 东北这样下来 那么这是暴力犯罪 那么我们再看来 有些犯罪还可以找出一分布 比如说走私 能猜出走私多少呢 是在哪 必要集中 对 这好70%以上 都在这一带 那拐占人口有没有呢 也有 这一带 拐占人口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进行犯罪现象的分析时候的 地狱视角也要有 那当然说 你说在我们国家 还有哪呢 贩毒有没有 也有 哪比较多 还有呢 西南西北 这块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当然如果大家再看 那个相对而言 暴力恐怖活动 比较多地方在哪呢 对 对 相比较而言是在 那样一个 地区 西部地区 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 其实 这个作为 整个一个地狱分布来说呢 犯罪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 我在这说的是 作为全国整体 它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分析 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到 地方 去分析 因为我经常去下面调研 我就看那个派出所 所在区 各类犯的高发区 高发点 不控警力 对吧 如何有限的警力 在高发区 高发点上来 部署 能够有效的控制 犯罪的局面 那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所以我们说呢 作为把握犯的现象来说呢 犯罪的地狱分布 是要关注的 是这样一个特点 好 最后一个 不是最后 第七个 我们看特征是犯罪后果 作为犯罪现象的研究 我们要研究去把握 到底犯罪后果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犯罪后果的研究 一般来说 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真的是物质性的损害 就是有形的 还有一个是无形的 究竟它是对整个社会 那种环境的危害 我们在这写 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 我们可以用多少亿 这样一种量的单位 来进行衡量 说我们比如说 像我们公安来说 经常说我们每年 为国家挽回多少损失 为公民挽回多少损失 对吧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种 金钱的形式来进行计算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我认为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对这种无形的 社会环境的危害 其实这个是 很需要人们去研究的 比如说网络犯罪的出现 那么使得我们整个 对社会 对未成年人社会化 有直接的影响 过去呢 未成年人相对来说 大家世界观 没有定型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相对比较 可控的环境下 实施社会化教育 那现在可好 一个网络出现以后 完全就没有年龄界限 你说哪些 你说电影分级 你说在这种网络情况下 是名义上有分级 有些呢 不管分级不分级 有些信息 对于未成年人 确实不易过早的接触 但是呢 这样一种环境的变化 我们看到网络犯罪呢 确实对整个 对人类社会的危害 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 研究犯罪后果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要关注 有形的这种损失 同时呢 我们还要关注 就是无形的 精神方面这个到底对 整个人的生存环境 都有哪些影响 如何进行测量 如何进行评估 这个我需要 我认为是需要去做的 而这方面呢 我觉得做的并不多 但是我认为呢 应当有人去做 这方面的研究 好 最后一方面就是 犯罪的动态了 就是我们在关注犯罪的 一些发展变化 一些静态的表现形式之外呢 我们要关注一个时间段之内的 犯罪的发展趋势 那么这种发展趋势呢 其实包括我所说的 以上们所说的所有的方面 到底它的犯罪的方式 有什么变化 犯罪的区域分布有什么变化 犯罪的组织形态有什么变化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要 其实就是一个 就像一个坐标一样 纵横两个方面 我们都要去把握犯罪 这一点我就 仅仅就提一下就行了 就是我们对于犯罪的研究呢 也要关注纵向的 一会儿我们马上要讲到 当代中国犯罪现象 我们为什么要讲60年呢 因为很多问题呢 在这60年当中 尽能是预测未来 同时呢 在以往的犯罪动态当中 可以归纳出很多 我们说相对稳定的一些特征规律 好 第二个犯罪的表现形式 我们就说到这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犯罪现象第三个问题 就是犯罪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那么犯罪现象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我们要谈到犯罪的起源和犯罪的规律了 我们第一个想谈到犯罪的起源 我先问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原始社会有没有犯罪呀 有没有 你们说有没有啊 也说没有犯罪是吧 关键是犯罪的怎么去界定了 关键在这了 对吧 法律以上的犯罪是没有的 因为它没有法律 也可能也有 对吧 但是一般我们都说 那是也许是一个被得的行为吧 那么它的生存环境 有些可能也许是 作为生存环境的一些方式 现在来说那是 好像是不可理解的 那么在当时呢 可能它是认为生存的方式是可允许的 那么我们说可能是也有一些被得的行为 但那时候我们还不叫犯罪 只是到了发展到一定阶段 我们一直在说这样的一个程序 就是有了圣语有了阶级 那有了国家有了法律 那有了犯罪 对 所以我们在说呢 和法律是相联系的 好 第二个我们要重点谈的是 犯罪现象演变的规律了 演变规律 我们第一个要说的是 犯罪的表现形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犯罪的表现形式 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 大家在学法律其他的角度呢 可能也多少了解一点 在早期的人类的犯罪形式 也就是说 传统社会的犯罪形式 是什么状态的 大家多少能够接触 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我们说 早期的犯罪形式 恐怕就是我们 在以往接触的 常规的犯罪 杀人伤害 抢劫 强奸 类似这方面 大概是表现形式了 那是那样的一种生产方式 决定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现在我问一下 随着社会发展变化 到了今天 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犯罪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犯罪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哪位同学能说一下呢 你们说 刚才我说这句话 随着社会的发展 犯罪的表现形式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我们现在回归到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社会时代 你们认为 犯罪发生了什么变化 你来说 好 我今天问一个问题吧 你们说全球化是指什么呀 全球化是指什么 全球化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来探讨一个全球化问题 既然说的随着社会的方式的变化 而不断演变 我们看一下 那么如果我们对全球化 作为一个 一些最精炼的一种话语表述呢 我们说全球化是以什么为基础 以 经济 市场经济为基础 是吗 是什么呢 好 我们说呢 应该是这样吧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定义吧 全球化是指 当代人类社会生活 跨越国家地区的界限 这是很重要的 跨越国家的地区界限 在全球范围内 全方位 共识化的沟通 共识 我们看 共识化的沟通 联系 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它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 跨越国家地区 在全球范围内 全方位共识化的沟通 联系 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 所以在这个全球化 这样一个大的变化 刚才我说的 它是以经济全球化 为基础 对吧 以经济全球化 那么 目前有多少国家 实施了市场经济呢 等于经济联维一体了 多少国家 实行了市场经济 应该这么说吧 95%以上的国家人口 选择了市场经济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社会变迁 对吧 那么再有呢 刚才我说市场经济 除了我说 还有跨地区 跨国家 除了这种人员流动 经济带来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 共识化 大家注意没有 共识化 这种共识化就是 我们说以高科技为基础的 使得人类社会的生活 形成了一个共识化 那么共识化 如果我们用一个 非常简单的例子 来比喻的话 什么叫共识化 我们说1492年 当时哥伦布 发现了美洲大陆 当时是英国王室 什么时候 事隔多长时间 知道的呢 是隔半年 好 1865年 美国总统林肯 被暗杀 那么英国政府 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12周 12周 这个时代的变化 已经这时间在缩短了 好 1969年 当时的美国 宇航员驾驶 阿波罗号登月 那么这个消息 世界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通过卫星 多长时间知道的呢 这已经很可以了 13秒 那么我们再来说 911事件 一发生 世界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直播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现在全球化社会呢 它的变化 真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所以在这种大的变化当中 它的犯罪形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它可以多国多地区 不一定就在本国来进行实施犯罪 多国多地区 同时犯罪 就像我们说 为什么洗钱这个问题很难办呢 人家几分钟就把事情做完了 而我们还要一系列手续根本办不完 这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犯罪手段的变化 高科技 它可以多地同时实施犯罪 所以这是 而且全球化确实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文化的多元 就是刚才我说的 文化多元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 在过早的接触各种各样的文化 它自身的自我主价值观念 没有形成的情况下 这种全球化 就使得它自身的主价值观念 和主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念 很难建议起来 所以这样一种大的社会变迁 对于犯罪的方式手段 犯罪的人员影响就非常大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随着犯罪的表现形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好了我们看了第二个 犯罪的阶级性 社会性发展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犯罪的政治性 所以阶级性也是政治性另一个表述 社会性的发展 它两者之间的成分是有些变化了 阶级性或者说政治性 由墙倒入 怎么理解呢 过去更多的是 比如说反抗 对统治阶级的反抗那种被界定为犯罪 比如说像这样的 那种阶级对立 阶级的张力对抗 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 比较激烈 冲突比较大 那么早期的以前那种犯罪的形式 我们看阶级性 政治性比较强 那么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我们说 作为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 他也不断地去调整自我管理社会的方式 那么他的法律上 他也代表社会的整体的利益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我们看的社会他所侵犯的法律或者侵犯的对象 他不仅仅说过去光是一个针对统治者的 而是也逐渐我们说 也是对社会的整体利益的侵害 刚才我说的 所以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 社会的犯罪的 它的变化 社会性是逐渐的增强 过去在应该说几十年前的 大家如果对中国历史还有所了解 就是那种驾击 从大陆到台湾 报告到台湾到大陆 这两者之间 给予的不同 都是怎么说 一个是什么意识之类 那时候都是那种敌对的思维 接着好像是他所反对的我就拥护 他所拥护我就反对那种政治思维 后来也发现了这不对 这种截止航空气 这是危害的是整个公共利益 不是说光是一个政治集团的利益 对吧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都双方这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调整 这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看到这种形式 它危害的可能是社会的利益了 捷机到了台湾 最后实际上当初捷机去的那些人 最后好像结果都不是很好的 本来是在我们大陆都犯事的 到那给予很高的待遇 对吧 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逐渐的也认识到了 这种事情 一个形式犯罪 你对它的保护 实际上就是对整个公共利益的侵害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从人类整个社会发展来看 有了一个共识 这个犯罪 它是侵害了人的公共利益 好 第三个我想说的是演变的 特定的社会变迁与经济进程 对不同制度国家犯罪现象 发生相同或相似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规律 也想说明的 特定的社会变迁与经济进程 对不同制度国家犯罪现象 发生相同或相似的影响 怎么理解呢 这就是城市化 现代化 全球化 我们来看 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 那就是我们在当初 八十年代 一开始研究中国犯罪问题的时候 过去我们很自豪 我们说一看到西方国家 在城市化的时候 大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 形成了三大社会病 大家知道在西方城市化过程当中 形成哪三大社会病 乃三大社会病 犯罪这是一个不用说 精神病 自杀 对吧 我记得我们当时八十年代在研究那个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的时候 当时我们很自信 说我们国家不会出现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状态 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的这种制度的优越性 来有效地抵御那种犯罪的侵害 后来慢慢的发现 也承认了 一个历史进程 恐怕对于哪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它的影响力可能都是一样的 发展到今天 大家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的社会病是什么 恐怕跟西方国家很相似 我们国家的自杀现在有多少 多不多 不少 多少 以前都不公布的 后来公布了 但是公布我发现这几年都一样 28万 自杀成功的28万 自杀为谁的呢 200万 那精神病呢 有多少 那种五蜂子 经常不是最近天气愈者 经常报道的 哪超市怎么着 哪哪怎么着 有发生什么侵害人生案子 一查精神病 五蜂子有多少呢 就是我们说的有暴力倾向的五蜂 多少呢 1300万 对啊 就是典型精神病1600万 那么还有精神抑郁的呢 精神抑郁的多少呢 6000万 哇 现在真是 社会压力比较大 对吧 各种因素导致了人的 处于精神状态 或者压精神状态 不是很精神 这也是我们说 在城市化的竞争当中 所面临的共有的问题 对吧 倒并不是说 我们这一月 我们可以有效的 能够抵制 其实呢 它影响面真是一样的 我们前提首先承认这样一点 我们极早的做出犯罪的防范 那么犯罪更不用说 对我们国家影响 在这个全球化 城市化过程当中 犯罪的急剧增加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增加的表现形式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 犯罪的发展演变规律 第四个大问题 也就是犯罪现象的 第四个大问题 我们来谈一下 当代中国的犯罪现象 当代中国的犯罪现象 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 六十多年以来 应该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我们在讲授其他的课程 讲社会学说也会提到 这个六十年来的犯罪历程 以及六十年来的 国家的整个的变化 我觉得对我们犯罪研究 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因为很少有国家 在六十年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以及这些变化 到底对犯罪有什么影响呢 在短时间内很容易都可以显示出来 所以我一直跟有的学者在说 我说对中国这六十年的社会的研究 确实在整个世界的犯罪研究 很容易独树一帜 因为其他西方国家 没有像我们这样 在六十年内经历那么大的一些社会变迁 我在跟一些国外学者探讨也说 也说到我们国家所出现的问题 我说很多事情的解决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那么在西方 工业化 城市化200多年 我说到中国 城市化工业化 再加上全球化 是几十年之间就同时叠加了 这种我们所说的那种 在西方国家可能是个渐变 在我们国家完全是个突变 你说这样的状态 如何作为社会管理者 如何去进行社会的政策的应对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好很容易理解 好 我们就以犯罪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一看 到底我们国家这六十年 犯罪都经历了哪些阶段 如果划分 我们可以划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个是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 一个是十年动乱时期 一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再一个是市场经济时期 市场经济时期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就是这几十年的犯罪数量统计的一个走势 从这看得好还不是很清楚的 如果把那个五十期来划分的话 大概是 建国初期是这一块 第二个时期是这一块 到这个阶段是第二个时期 那么文革是这一块 文革是这一块 大体是这样 改革开放初期是这个有小高峰 这一会儿我会谈到了 为什么有83年严打 对吧 一个小高峰 完了之后 90年代是这个状态 80多万 后来发生了变化 注意 这个变化你要知道 立案标准变了 所以你要看 我们国内的犯罪的形式 这个曲线图 你还脑袋还真要有个写呢 56年一个标准 84年一个标准 92年一个标准 是有一个变化的 但不管标准怎么变 它一下下来了 和那标准 和那标准变化有关系的 完了之后呢 就是整个的是 我们看到直线上升 一直到 11年我看的是600万期 400万 都已经超出了我这个 你这个坐标那个标尺了 很高了 这就是我们说 这个五个阶段 犯罪的数字的基本的情况 当然了 数字只是一个表象 到底它内在的 我们所说质的方面 都有哪些特点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时期 一个时期来介绍 好 我们休息一下吧 所以他已经出现了 今日我们来到这里 来的看 看一下 现在我们去看 这个避兹是最好的 这个避兹是最好的 这就是这个布团 推理的 这叫声 按住 我可以 我可以